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股民喜歡打身,認購龍夫山泉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還未跌65點 可以說是相當牛皮 全日收報25486點 成交都縮了,只剩1287億 成交縮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股民留了資金去打新 所謂認購新股 打新是內地的術語 因為最近有幾隻著名的新股上市 孖子額都搶得很厲害 等一會跟大家再分析一下認購新股 特別是今天很熱門的龍夫山泉 在未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都要看看大市 以及外圍的市況是怎樣的 大家看恆子這幅走勢圖 看到今天基本上在高位那裏 可以說是小幅增持 沒有太大的變動 曾經有一個突破過上過去的 最高見25621點 稍微高過 這個重要的就是8月17號高位25588點 今天衝上去之後25588就相對沒那麼重要 因為曾經衝穿過 但是又收回旗下 即是說在這裏都是在增持著 那增持著呢 後市都還是要看著 是否可以站穩這條項線之上 如果能夠站穩的 最好就是成交高 昨天說過如果真是突破的時候 希望成交到1500億或以上 因為昨天有1400多億 如果真是突破站在其上的話 這個頭肩底真是成立的話 如果真是成立就和大家計算 就大概會去到27000區 那現在都仍然未算 等一下 因為資金又走了去秋生股 那今個禮拜由期指結算 今個禮拜可能都結束了 完呢 看看有沒有力上去 不要失望著 因為外圍的市場仍然是OK的 大家先看納子 納子一直在衝上去 趨勢時朋友繼續在衝上去 哇那有一個陰燭在上高 之前都不是沒有試過的 這些陰燭 再降導 又是想 都是反覆上 那所以不會說一看這些 就立刻判它死刑住 是吧 連上升軌一定落 veloc곧 還是一浪 高於一浪 所以不要那麼快就 kö以死刑住 暫時看電話 暫時看到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壞消息 好像 標普 Hahaha 昨天還剛剛在創歷史新高 拋上去 裂口上升 升穿3,400點心理關口 昨天和大家說過 除非跌穿3,200點 跌200點不是兩成 昨天我想說是200點 心中想說是兩成 除非跌穿3,200點 如果不是的話,也不是很弱 起碼這個位置是3,326點 再高一點,就是8月20日的低位3,354點 這些都完全沒事的時候 趨勢仍然向好 所以整體的市況 基本上仍然有利的 有利港股市衝上去 昨天衝完之後 今天休息一休,因為錢走去打薪 說回打薪這個問題 今天有一隻很矚目的龍夫山泉招股 這隻首先說認不認購 可以認購 但是最好是什麼呢 一人一手去抽好了 做孖戰行不行 可以的,量力而為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股太熱了 熱到沒有朋友的 現在來說 估計認購60手 才可以找得一手 60手找得一手 當然每一手也不是很大 因為每一手是200股 招股價大概是19.5到21.5之間 4,000多元 大約60手才可以找得一手 講一下這隻新股 這隻新股其實就是內地的一種 很出名的軟性飲品 因為做水 但當然它不只是做水的 龍夫山泉 大家都應該看過去的廣告 今天其實就 現在熱的程度 即是說 好像那個 做了超過500億 做了今天一天 農夫山泉是中國包裝飲用水和飲料的龍頭企業 其實現在內地排在第四位 產品包括飲用水、茶飲料、功能飲料和果汁飲料 這幾個紙板塊 據內地的統計調查報告 一間統計調查公司叫做 佛約斯特沙利文 這些調查公司 很多招股書上都會看到這些 調查報告說 2012年到2019年間連續八年 在中國包裝飲用水市場是佔第一位 而你說它是第四位 是 它整體整個軟飲品入面排第四位 只是水這個部分 它排第一 記住 水這個部分 它排第一 以2019年零售額計 公司是茶飲料、功能飲料和果汁飲料 這個市場份額就位居第三 即是如果計茶、功能飲料、果汁飲料就是第三 計水就是第一 整體整個軟飲料就排第四 清楚 好了 財務數據方面 2017到2019年 總收益有174.9億 以及204.75億 以及240億 這很複雜 不要緊 最重要是知道 複合增長率是多少 就是2017到2019年 複合增長率有17.19% 你計它是17.9% OK的 因為其實比整體整個市場的增幅高 正利潤就是33.86億 36億 49.5億 總之複合增長是多少 接近21% 營業馬增長17.2% 純利增長21% 最主要是因為去年 2019年的數字增長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要上市 當然要提高 還有一個注意 去年增長得比較好 去年派了很多錢 派了很多息 因為是給舊股東 今年會上市 所以去年派了很多 很多有些賺錢的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因為之前那些賺下來 和新的股東 因為上市 是不是招收新的股東 那些當然是不同的 所以舊的利潤 就先派了 派給舊股東 新的招股東 其實今次集的股東 大概百十多億 比去年派的利息更少 這些公司是這樣的 整體來看 這間公司叫做是OK的 不過注意 今年上半年因為疫情 所以它公佈的數字 其實今年上半年是倒退的 直至2020年5月31日 5個月的收益和淨利潤 是較2019年減少12.6%和18.2% 順利是少了18% 因為疫情關係 不過有很多內地 其實今年受影響的零售股 即是內需股 都衝了上去創新高 有些盈利倒退 有些甚至虧損 都可以創新高 衝了上去破頂 所以這個都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當是一次性事件 都是看將來 將來這些都是穩步增長的 基本上這隻股 講了很多 基本因素不錯的 市場在這裏 可否認購 剛才說了可以認購 不過太熱 如果你有量力而為 你能夠做孖展 你覺得自己可以 在孖展上都計算過 是OK的話 你做孖展吧 否則的話 可能實之認購 現在要記住 市場傳 因為第一天 現在可能要認購 認購六十手才得一手 如果一人一手去抽 舉家總動員 我覺得 OK 四千多元 那就是炸餐茶 那你問 喂 不是 還有沒有其他 有的 其實這陣子 有幾隻認購新股 接下來 好像除了這隻之外 有一個叫百姓中國 百姓中國 百姓中國 又來 市場 就說百姓中國 尋求最快 在本州進行 港交所上市零訊 計劃集資二十億美元 最快九月第二上市 百姓中國 就在內地 即是披薩克那間 都做得很大 大家知道 還有一隻 大家慢中觸目 那隻 是什麼 是螞蟻金服 螞蟻金服 就是 預計 現在 即是內地那個 已經完成了 這個上市輔導 即是最快 是多少 可能最快大概 在十月中 就中港兩地掛牌 這隻 即是集資 就三百億美元 市傳 是這個什麼 歷來全球集資額 最大的那隻股份 螞蟻金服 預計十月 十月威有牌 都不是的 他今天一說完 阿里巴巴今天 又衝了上去 即是升1.8% 其他那些 主要的科網股 好像美團很強的 最近都回了一點點 唯一一隻升的 阿里巴巴 相信都是同市場 聽到他說 那隻螞蟻金服 就快會上市 是有關係的 現在來說 這些股 由於熱門 大家都搶的話 第一 要考慮的問題 就是 認購孖展 得失 利息 現在利息都比較低 但最重要 就是分到多少 回撥多少 這些問題 對於散戶來說 沒那麼複雜 就是實資認購 因為你不淺 如果放在銀行 都是沒什麼息收的 拿去認購 當然有些手續費 你選擇那些 再便宜些 那些 薄一薄 都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 小注的話 你真的 一手兩手 那些就抽 抽到就抽不到 沒辦法 這些是不同的方法去玩 除了這幾隻熱門的新股之外 通常就是這樣 有一輪熱潮 都會帶動一些其他新股 會好的 不過那些小一點 我就不在這裡 這樣說了 大家留意著 現在新股那個 農夫山泉 這個招股 就會去到28日 星期五 看著時間 要等這些 打薪這些 過了去 可能市場才會 資金回來 28日 剛剛就是期資結算 所以短期現在 可能要偶一偶 才可以有機會衝上去 到時 還是頭肩底型態 還是怎樣 那幾天發展了之後 才跟大家再分析 暫時來看 還是當它是頭肩底的 因為美股那邊 還是做得好的話 仍然我覺得 還是有機會衝上去 希望打薪不會擾亂得太久 繼續保持聲勢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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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 view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